很多还有买回来的金钱树都会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小叶片小字条比较多 所以我们买回来之后 等它适应的环境 要赶紧把它切掉这些小叶片 因为这些小叶片太多 老叶片太多 是会影响到它长新芽的 所以有这种小叶片的金钱树 我们赶紧给它切掉 一次也不要切的太多 经常给它切掉就可以了 每过一段时间给它切一两片 这样的话它养分不浪费这么多 才能保证它长新芽多长新芽快 而且我们买回来之后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肥 这个时候像这种金钱树 我们给它补肥的话 可以使用这种素酵复合肥 因为这种素酵复合肥 它是荷兰进口的肥酵温和释放的也快 而且不容易产生烧根 我们只需要每个月给它撒上 一小抓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多兼职薄肥禽丝 浇浇水它就会溶解到土壤里面 给这个金钱树吸收 这样就能给它补充长新芽的营养 同时金钱树它喜欢半斤的环境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不要给它放到太阳下养护 也不要把它放到太昏暗的地方来养护 平时浇水一定要保证干透一点的浇 宁愿给它干一点 因为金钱树它是一种根块 它里面储存有很多水分养分 不担心会缺水 不担心会缺乏营养 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些养护方法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